期盤上下一步怎麼走AI當起麒麟王 輕鬆就能演算 人工智慧蓬勃發展 半導體供應鏈紛紛搶佔先機 南韓記憶體大廠SK海力士宣布 量產最新HBM31 第三代高頻寬記憶體 這個月就會開始出貨給輝達 目前各家大廠都聚焦研發HBM31 SK海力士是輝達目前唯一供應商 每光二月就開始量產晶片 三星則已經開發業界首款 12層HBM31晶片 記憶體的激烈競爭儼然開打 韓國兩家記憶體大廠兄弟登山 各自拉攏揮答 三星讓SK海力士全心肝 因為黃仁勳在GTC透露 將考慮採購三星的HBM 提到雖然沒有用過但正在測試當中 而且抱有很高期待 還補充三星是一家非常非常好的公司 就在黃仁勳表態之後 三星就在當天股東大會表示 將在兩到三年內重新從英特爾手中 奪回全球半導體龍頭寶座 全球廠商搶當揮答供應鏈 為了不輸台灣 SK海力士計畫砸下2.8兆台幣 2046年前在韓國蓋全球最大的晶片廠 要確保在AI商機中南韓佔有一席之地 三年期會許志永永的志永造暴答